委内瑞拉选举争议延烧 抗议者在世界各地 持续举行示威活动 连巴西 墨西哥以及哥伦比亚等 三个与马杜洛当局关系友好的盟邦 都在一号呼吁委内瑞拉政府 公布详细的计票结果 因为委国当局却声称 系统遭到骇客攻击 迟迟不愿交出选票记录 在此之际 马斯克批评马杜洛的胜选是一场骗局 让马杜洛怒火中烧 不但声称马斯克想带着军队 与太空火箭攻进委内瑞拉 甚至声称马斯克为死敌 对此马斯克也大胆接招 还与带讽刺的说 要骑着驴子把马杜洛带到美军 在古巴的监狱 眼看两人战火一发不可收拾 社群平台上也掀起下注的热潮 为委国选举的争端领辟战场 三弟兄我是北深报道